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達斯米克煮房 今天來分享高麗菜炒豆芽 首先先分享綠豆芽摘培的方法 將1 2 米杯的綠豆洗淨 浸泡在清水當中5-6個小時 倒掉水分之後 放進水壺當中 每隔3-4個小時注水 浸泡幾秒鐘之後再把水倒掉 注意過程當中千萬不要有光源 否則豆芽會有苦澀味 每天晚上放進冰箱冷藏 每天重複注水再倒水的動作 到了第4天 就有一水壺的綠豆芽了 分裝冷藏可以保存3天 接下來高麗菜和綠豆芽怎麼炒呢 綠豆芽稍微沖洗一下 紅黃甜椒切濕 蔥切段 蒜切末 高麗菜就切大塊一點 炒鍋 炒鍋倒入兩大匙的油 以中小火燒熱 爆香蒜末 加入高麗菜 綠豆芽 紅黃甜椒 蔥段 還有清水 蓋上鍋蓋 燜煮大概1分鐘就可以了 添加調味料混合 就可以起鍋 簡單又快速的高麗菜炒豆芽就完成了 謝謝觀賞 歡迎訂閱達斯米克頻道 ness,燈煮 3,2,2,3 2,1,0 2,2,3,0 1,6,0 1,3,2,0 1,3,1,2,3,0 1,2,3,0 1,2,1,2,1,2,1,3,0 2,1,3,1,2,0 2,3,0 1,1,2,3,0 2,4,3,1,2,1,2,1